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Converse玩转红包照片 那么腾讯公司在2016年的1月26日实验了一项新的功能 这项功能呢叫做红包照片 那么相信各位在IT圈的同学们早就已经把这个功能给玩爆了 那么这个功能非常有意思 大家发的朋友圈中的照片呢 被覆盖成了这样一层毛玻璃的效果 打开以后呢也是这样的 是一个模糊的效果 那么你的朋友只有通过付给你一定金钱数的红包 才能看到这张照片的清晰的图像 当然了,对于这个功能是好是坏,众说不一 不过作为搞技术的同学 相信不少同学会对这个表现形式背后涉及的技术非常的感兴趣 当然了,在不同的平台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所用的具体的技术有可能是不同的 那么在这个课程中,我就带领大家使用converse的方式来尝试着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不过我们不实现具体的这个发红包的过程 我们主要实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将图片模糊变成毛玻璃的效果 同时通过用户的交互可以替换成一张清晰的图片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最终完成的程序的demo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这张图片被打上了毛玻璃的效果 同时呢,有一小部分是清晰图片的样子 demo中将会有两个按钮,reset就是重新进行一次 如果大家点击show以后呢,经过一个动画清晰的图片呢就展示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截图是在手机上进行的截图 我们在课程的最后会让我们的应用程序适应手机客户端 不过和我之前的很多案例课一样 我们将先在PC端进行实现 之后进行屏幕的自适应的操作 为了让大家对我们这个课程所要制作的demo有一个更加感性的认识 我在PC端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个demo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初始的情况这张图片呢是模糊的 点击reset以后,我们的这部分清晰的小圆圈将会在随机的一个位置显示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当大家点击show的时候 可以看到经过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 整张清晰的图片就显示出来了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show的过程其实就是支付你的朋友一个红包 然后这张图片就显示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酷 如果各位同学有一定的前端基础 同时听过我之前介绍的converse系列课程 那么相信跟着我的这个课程制作这样的一个demo并不难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使用converse 玩准红包照片吧